我看年长员工担心是可以理解的, 但是我和我们也应该了解, 新加坡最经济缺乏的是员工。 很多雇主都说找不到工人。 无论如何,你怎么样登广告,或者提升工资,还是不足够。 所以年长的工人在新加坡应该是可以找得到工作的。 并且,如果你看统计数字,五、六十岁的新加坡人, 他们的就业率其实是不错,并且住年来还有增加, 包括妇女的就业率。 这个就表示我们的政策其实是有效的, 因为我们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,年长员工继续工作, 并且我们有各种津贴计划,鼓励雇主去聘请老年人, 包括公积金、津贴等等。 所以工作是有的,机会是有的, 但是要配合你这个六十岁、五十岁的工人和有雇主需要的工作, 那个需要一段功夫。 所以我们需要帮助雇主把工作调整适合年纪大的工人。 但是也需要帮助年纪大的工人接受训练,再训练,掌握新的技能, 去掌握新的领域,去做新的工作。 你要等到五十岁才开始做,就太迟了,不容易。 所以三十岁、四十岁,你就应该继续维持自己的各种技能的水平, 应该去上一些提升的课程。 所以你不会渐渐落在别人的后面。 到五十岁的时候,你还有机会再上一两堂课, 那你就可以去做新的工作了。 是可以做得到的,很多工人都已经这么做了。 但是大家看了别人去花这份工夫, 不一定有信心自己也会这么做。 但是我们花很多努力,有很多计划帮助你, 希望你会去尽量应用他们,是有帮忙的。